朋友陈铭老师非常厉害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 这两年陈铭老师的学生们 也很久没有在校园见到陈铭了 不是因为疫情 因为老师都在上节目 陈铭老师的学生 是全国最早一批上网课的学生 开玩笑 开玩笑 陈铭老师还是从来没有耽误过上课的 也一直深受学生的喜爱 让我们掌声有请 五大综艺天王 陈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铭 大家好 哇 旦总刚才又黑我 我是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系任教 综艺本身就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上综艺就是在进修 而且今天说实话 要正式地向陈总表达一下感谢 如实讲 因为我在学校带的那门课的名字 就叫综艺节目主持控场艺术 真的 大家网上可查 所以大家知道 弹总之前做的节目 脱秀大会 对吧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课堂当中 认真的去揣摩 去研究 去致敬的反面教材 他给了我一个封号 五大综艺天王 惭愧 哪来的五大综艺天王 其他四个是谁 明明就我一个吗 不喜欢谐音梗 气死你 哎 气死你 你真气不到了 今年呢 我们回到严肃话题 要讲毕业和高校 这个确实啊 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形势都不太好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一个985-211高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 应届的硕士毕业生 截止到三月底 三方签约率是36%左右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去年往前 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数字都是99%以上 你说想想 心里是不是有点慌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今年最热门的职业 就是自由职业 当然很多人问我说 陈老师到底是大环境不好 还是小区是不行 我说这是个很好的辩题 但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 我直接洁辩 不管大环境还是小区是 各位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前几年找到工作又怎么样 今年还不是要从头再来 对不对 不要有什么压力 当然 压力不仅仅来源于 今年激烈的竞争 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来自于家庭 有的同学毕业了 想做自媒体 就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解释 因为对家长来说 自媒体 就叫 没工作 对吧 自媒体 自然就没了的物体 对吧 气死你 现在呢 整个媒体行业 在一个职业转型期 新职业也是层出不穷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爱玩游戏 我就推荐他去做电竞选手 根本打不过 然后我又鼓励他去做电竞主播 赚的也不多 最后他做了游戏推广 这个工作干得好 我昨天晚上还在玩 他推广的游戏 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明什么呢 各位 不要在一份工作上吊死 你要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找到第一份工作 但是有同学说 我第一份工作我也找不到 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有 我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 你可以找一个 在你的学长当中 跟你的排名啊 祭典呀 情况都差不多的人 你问问他当年是做了一个怎样的准备 怎么找到的工作 薪资待遇又如何 当然这个只能做一个参考 我有个学生 今年就照这个建议去问一个学长 学长很认真地跟他说 你大学刚毕业 我大厂刚毕业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以前学生找工作呢 都往北上广跑 但现在情况也不一样了 很多学生啊 宁级一动 比如说有位同学 他留在老家发展 老家在成都 每天朋友圈上 火锅 兔头 啵啵鸡 把那些去上海的朋友缠的呀 每天必须得打一套龙泉 才能平复下来 打完了 睡得一觉可香了 眼睛一睁 也要错够了团购 只能就着朋友圈里的 火锅 兔头 啵啵鸡 吃一点洋葱 胡萝卜 土豆泥 有时还旧一点绿化带 近几年呢 疫情对于整个教学的影响 确实很大 我们在高校 其实从2020年开始 也比较普及上网课 有一次我们当时上发声课 上着上着 听到了呼噜声 这很痛苦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吧 我灵机一动 我就各位同学 注意听 我就在此刻 特意跟各位同学 讲一讲考试的重点 该画的重点画一下 后来成绩出来 我说这次你跑不掉了 结果一翻 三十多个不及格 我当时才知道 睡觉的有那么多 打呼的只有一个 大学毕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刚才在精彩的 施朗诵当中已经感受到了 分手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这个困扰 我跟我老婆是 读研的时候在一起的 她当时来看了我一场辩论赛 看完之后 一见倾心 后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此生 收获最大的一场比赛 赢了比赛 又赢了爱 对吧 后来老婆还问我 说你是因为我才在 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吗 我说也不是 我一直在呼唤 只有你搭理我了 大家都在说 说我是爱神 是我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但说实话 今年这个形式 我就不呼唤爱了 我希望给大家呼唤一些工作 好不好 各位老板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认真来看一看 看看今年这些英界毕业生们 他们多么优秀 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 给我们的年轻人多一些机会 让我们共度难关 共创未来 因为工作在 心就在 天地间 还有真爱 一定能找到各位最终的彼岸 谢谢 谢谢各位 我是陈明 感谢陈明老师 在宇宙中心为大家呼唤工作 这个我们效果文化呢 也一直敞开大门 欢迎大家投递简历 我们这个就比较实在了 是吧 就不用呼唤了 公司高层可以解决的问题 欢迎大家来玩 欢迎大家来效果文化